识别 NCC协同各大电信通讯车 暂时紧急接力 还有中华电信卫星 以及海岚音音 每次汉光演习 上年的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就是力求对外通讯不中断 而民生引用水电力问题 去年全民国防应电手册 随电问题要民众打电话 问全责单位被骂翻 新版则呼吁民众防范未然 提醒民众说 家里可以准备备用电源 或者是太阳能充电板 那这个部分好像取得上比较不易 比较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 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 紧急避难包内容物的研讨 新版内容还提醒民众分辨假讯息 另外公告新的防空避难标示 并且陆续在全台 89405处防空避难所张贴 另外更增定比我识别 包括共军军服务署 丛林迷彩 荒漠迷彩 台湾虽然也是丛林迷彩 不过比共军的颜色还偏绿 提供民众清楚分辨 国防部强调会滚动式更新 上传新版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提供民众下载 建立平日忧患意识 因应任何敌情威胁 3075六安静城也好台北城